这绝对是拳王脸皮最后的警犬 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狗 摇生一遍端上了铁饭碗 竟然全靠死鼻赖脸 事情还要从2019年说起 最近总有一条流浪狗鬼鬼祟祟 在河南西川特警队门口徘徊 值班的特警见小家伙来来回回在附近晃悠 都觉得奇怪 这狗从早到晚趴在门口 仿佛在等什么人 一看到特警出现 就立马摇着尾巴凑上去 一副乖巧可爱的样子 但做事有规矩 从不随意越界 值勤的特警也就没当回事 直到一天早上意外发生了 流浪狗跟着警车一路狂奔 趁大门开着一下 冲进特警大院里 值班的特警反应过来 连忙追了上去 一旦流浪狗发狂特警可就遭殃了 费尽功夫 好不容易把狗抓住 往门外一抱刚想喘口气 结果小狗一个急转弯又冲了进来 围着特警不停地打转 摇着尾巴疯狂撒娇 特警看着眼前卖萌的小家伙 实在于心不忍 于是拿来了肉干投胃 不吃不要紧 一口下去绝是美食 把小狗乡的直流口水 更舍不得走了 从小在外头流浪三天饿酒顿 每天风吹雨打 还要被同类欺负 被城管赶得到处跑 久违的温暖或善意 让流浪狗眼含热泪 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 流浪狗为了白吃白喝 竟然烤上编制 从此狗声开始逆袭 一个举动让饲养员都傻了眼 特警抱起流浪狗一把扔到门口 值班的同事赶紧手机眼快 按下了关门按钮 结果一扭头流浪狗 又从门缝里钻了进来 特警满脸无奈只能把他抱齐 再往出送 来来回回是了好几次 特警累得满头大汗 流浪狗却以为是在玩游戏 跟着特警寸步不离 赖在院子里就是不肯走 眼看一顿饭下去被彻底赖上 大家都十分无奈 只能任由他在院子里闲逛 视频一出点击率直线飙升 要饭要到了国家机关 网友调侃流浪狗身经百战眼光高 肯定是来应聘工作的 大家猜测 流浪狗从小就沦为孤儿 每天东躲西藏 为了填饱肚子到处跑 特警突然的关心和抚摸 让流浪狗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聪明的小狗看出了人类心善 舍不得赶他走 于是更加有恃无恐 前院后院都成了他的欢乐场 更让人意外的是 当看到其他警犬训练时 流浪狗不仅不会捣乱 还会乖乖地守在旁边 有样学样跟着警犬训练 饲养员一眼就看出了流浪狗有潜力 没事二干的时候 就带着他体验各种项目 不愧是生惊百战的流浪狗 面对各种障碍丝毫不耸 比根正苗红的警犬都要勇猛 果然是条当警犬的好苗子 为了安心收养八万 他们特意在网上发布丢狗启示 眼看半个月过去都没人理 从那以后 流浪狗就彻底端上了铁饭碗 流浪狗草根逆袭成警犬 混上编制端上铁饭碗 竟有人开价三十万要买 在训练场上 小八万显现出惊人的天赋 和强大的耐力 奔跑速度更是比一般的警犬还要快 长期的流浪生活 让他更加珍惜每一粒狗粮 饲养员一看成绩高兴的和不拢嘴 直呼捡到了宝贝 给小家伙起名八万 这是一个前辈的名字 希望他能继承一致 把警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发扬光大 每天紧张又忙碌的训练 让八万越来越专业 在饲养员的悉心照顾下 个头越长越大 王手挺胸的样子大写的骄傲 草根流浪狗逆袭成功 八万的励志人设一出 让互联网粉丝碍到不行 突然一只金毛的到来 让他危机感满满 见饲养员和走丢的金毛玩 立马就吃醋了 趁大家不注意 用嘴叼着狗绳就往处跑 把金毛赶走以后 才心安理得的回家吃饭 傲娇的样子逗乐了全网观众 别看八万生怕地位被金毛抢走 自己招兵买马拉小弟 却十分起劲 跑出去玩动不动 就叼一个狗绳回来 眼看狗主人顺着监控 找上门饲养员 只好赔礼道歉 小家伙闯了祸地头认错的模样 像挤了顽皮的孩子 八万的视频一出 西川特警队的粉丝越来越多 聪明的八万让很多人爱到不行 虽然明知道八万端上了铁饭碗 将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防暴犬 但还是有不少人花钱 想把八万买走 最高的甚至愿意出价33万 但都被特警队当场拒绝了 警犬不是宠物 而且并肩作战的战友 不能用钱来衡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